同桌一百,同桌一百,祝你考试一百,满意一百 同学们好,老师好 欢迎同学们来到同桌一百学习课堂 同学们,这节课咱们继续学习难忘的泼水节 首先,咱们一起来读一读上一节课学过的词语 凤凰花,歹足,几本,请 凤凰花,歹足,敲骨,一斤,中海,咖啡,端起,小脚骨,长寿,踩着百树,占水,一年一度 那好,我来听一下几个词语,准备好自己的本 好,第一个词 难忘 龙珠 龙珠 花泡 方向 命令 命令 泼水节 最后一个词语 一年一度 好了,大家停笔 来,对照一下 抬头看这里 看你写的 是不是正确 对,如果有错误的,赶快盯上一下吧 很好,来 作字端正 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些词语吧 南旺 龙珠 预备,请 南旺 龙珠 龙珠 托 方向 命令 泼水节 一年一度 那咱们回顾一下 为什么1961年的泼水节,是南旺的泼水节呢 真意 因为,因为泼水节 因为这一年 周总理和他们一块 一块过泼水节 所以他们很高兴 对了 咱们一起读 因为是敬爱的 预备 请 因为是敬爱的周总理 和他们一起度过的 是啊 所以才这么难忘 那同学们 下面朗普课文 用波浪线画出 人们都在哪里 用什么方式欢迎周总理 好的 好的 来 就当这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谁来读一下第一次案段 好 真一 火红火红的凤凰花开了 代足人民一年一度的泼水节又到了 好请坐 读得真好 同学们看这是什么花 凤凰花 它是什么颜色的 红色的 书上说这是什么样的凤凰花 火红火红火红的 火红火红的凤凰花 那么同学们 从这火红火红和一年一度 说明了人们过节的是什么心情呢 许动 快乐 高兴的心情 是的 我们可以感受到喜悦 感受到欢庆 那咱们呢 就一起带着这种心情来读一读第一三段 火红火红的凤凰花开了 代足人民一年一度的泼水节又到了 好好 大家看今年的泼水节有什么特别之处 许动 因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跟他们一起过泼水节 这是他的特别之处 好请坐 所以人们特别的高兴 你看 他们 就是因为敬爱的周总理 人们特别的爱戴他 他能来逮族人年一起过节 难怪人们这么高兴 今年的泼水节就显得非常的特别 然后谁能用因为所以 说一说 为什么1961年的泼水节令人难忘呢 因为敬爱的周总理来了 所以 带族人民们才很高兴 所以1961年的泼水节令人难忘 好请坐 好 郑蓝来读一下这句话 因为周总理和百族人民宽度一年一度的泼水节 所以这个泼水节十分令人难忘 好请坐 走看谁的坐姿最漂亮 你真好 刚才呀 我们就用上了一个关联词语 这个关联词语叫什么 因为所以 他表示因果关系 好 请同学们 莫读第三段 说一说 歹族人民是怎样欢迎周总理的 用横线画出来 第三段 人们是怎样欢迎周总理的呢 好的 咱们一起来交流吧 实在给大家读一读 哪些句子写的是人们欢迎周总理的 许动 为了欢迎周总理 人们在地上 砸满了凤凰花的花瓣 好像铺上了鲜红的地毯 一条条龙船驶过江面 一串串花炮升上天空 对了 这就是人们欢迎周总理的句子 咱们看 周总理 为了要跟歹族人民过节 人们特别高兴 都从什么地方赶来了 四面八方 这个词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呢 真一 这个词让我们知道了 就是各个地方的人都来到了 歹族 来到这个地方跟周恩来总理一起 过泼水节 那可以说人怎么样 很多 对了 人很多 那咱们再看 人们在地上洒满了凤凰花的花瓣 好像铺上了鲜红的地毯 一条条龙船说明什么呢 真来 一条条龙船的意思就是很多条龙船划过江面 对啊 那一串串花炮又说明什么呢 好 手动 就是说很多很多花炮 对 好 请坐 那咱们一起读一读这两个句子 读的时候一定要就有红色的字 人们敲起向脚鼓 预备 读 人们敲起向脚鼓 从四面八方赶来了 人们在地上洒满了凤凰花的花瓣 好像铺上了鲜红的地毯 一条条龙船划过江面 一串串花炮收上天空 人们欢呼着周总理来了 瞧人们多高兴啊 你看人们干什么呢 在敲起了 橡胶鼓 从四面八方赶来了 你看他们多么的急切 多么的热情啊 这地上铺上了什么呢 火红的凤凰花 撒在地上表示什么呢 真蓝 火红的凤凰花瓣 撒在地上表示很喜庆 对呀 非常的喜庆 你看多独特的迎客方式啊 把鲜花都撒在地上了 那咱们看 这江面里边都是什么呀 龙船 多不多 多 那是什么样的龙船 一起说 一条条龙船 一条条龙船 再看这天空上是什么 烟花 一串串花炮 对了烟花非常美 这些都表现出来了过节的热闹和喜庆 也表现了见到总理以后人们非常的激动 你看 人们为了欢迎周总理 首先他们在地上干什么 铺 铺满 铺满了 花瓣 表示特别的喜庆 还在江面上有什么 一条条龙船 天空都有什么 一串串花 不仅如此 人们的心情是 人们欢呼着 周总理来了 这些都表现出来了对总理的热烈的欢迎 那谁能美美的读一读这一段给大家听 好 手动 那天早晨 人们敲起橡脚鼓 从四面八方赶来了 为了欢迎周总理 人们在地上洒满了凤凰花的花瓣 好像铺上了鲜红的地毯 一条条龙船驶过江面 一串串花泡升上天空 人们欢呼着周总理来了 真好 请坐 你看他 读的让我们感受到了那过节的热闹 和人们的激动 那同学们 歹足人民 跟周恩来总理 特别的欢迎总理的到来 那么 总理又是怎样和歹足人民过节的呢 请大家莫读第四三段 用笔画出描写周恩来总理的句子 好的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同学们 你看 这围在人群中间的是谁呀 周总理 你看他 哪些是对周总理外貌的描写 可是他的穿着打扮表情的句子是哪些呢 好 续动 周总理身穿对金白挂 咖啡色长裤 头上包着一条水红色头巾 笑容满面的来到人群中 很好 请坐 这是对他的外貌描写 我们从中 你看 周恩来总理身穿什么 对金白挂 一起说 对金白挂 还有 咖啡色的裤长裤 头上还是 水红色头巾 而且他的表情还是笑容满面 旁边有橡胶骨 有凤凰花 咱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个句子 周总理身穿对金白挂 预备 请 周总理身穿对金白挂 咖啡色长裤 头上包着一条水红色头巾 笑容满面的来到人群中 对呀 笑容满面 我们能感受到周恩来总理和歹族人民过节的非常开心 开始泼水了 同学们你看这一句里边 哪些是对周总理动作的描写 请你找到哪些动词 震兰 周总理一手端着盛满清水的银碗 啊 这里边哪个是动词 端着 端着 好 一手拿着 那这里边的动词是 拿着 拿着 向人们泼洒 还有一个什么字 站 对 也是动词 还有一个 泼洒 泼洒 嗯 好请坐 这些动词 我们想像周恩来总理 他一手端着盛满清水的银碗 一手拿着树枝 沾了水 向人们泼洒 为人们祝福 那你觉得他会祝福人们什么呢 他会祝老人健康长寿 祝孩子 祝孩子们快乐成长 说的多好啊 祝人们的生活幸福 那你看 那人们是怎样向总理过节的呢 震一 带族人民 一边 一边欢呼一边 向周总理 周总理泼水 祝福他 祝福他身体健康 祝福他健康长寿 好请坐 我们感受到他们在一起是多么的热闹和幸福啊 你看 大家那么热烈的围着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总理满面笑容 他们在一起欢过泼水节 咱们再回顾一下 周总理身穿对金白褂 咖啡色长裤 头包 水红色头巾 人们敲起橡胶鼓 铺上凤凰花 一起欢乐的过泼水节 周总理一手端着盛满银水 充满清水的银碗 一手蘸着树枝蘸水向人们泼洒 那咱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个句子 注意读的时候关注红色的字 感受一下关联词语的运用 周总理一手端着 预备请 周总理一手端着盛满清水的银碗 一手拿着百树枝下了水向人们泼洒 为人们祝福 带族人民一边欢呼 一边向周总理泼水 祝福他健康长寿 那好 那好 请大家咱们来看一看六七八三段 谁来给大家读一读 好 续动 咱们感受一下人们的心情如何 轻轻的水 泼呀 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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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和 带族人民笑啊 跳啊 是那么开心 多么幸福啊 一九六一年的泼水节 多么令人难忘啊 一九六一年的泼水节 好请坐 读得非常的通顺 你感受到了人们什么心情 来真一 我感受到了人人人人心里很幸福 非常的幸福非常的激动 是吗 好请坐 大家看 你看这里边有多少个感叹号 数一数 几个 四个 是啊 这说明人们心情怎么样啊 很开心 非常激动 那这些感叹号读的时候啊 要把我们的感情最激烈的表现出来 你比如 泼啊 撒啊 多么开心啊 泼水节 难忘的泼水节 那谁能再激动的来读一读这几个句子 好 虚动 手动 清清的水 泼啊 撒 周总理和 带族人们 笑啊 跳啊 是那么开心 多么幸福啊 1961年的泼水节 多么令人难忘啊 19 1961年的泼水节 对呀 就这样读书 语速可以快一点 我们可以激动一点 这样才能表现出当时人们激动的心情 咱们一起读一读好吗 来 做好准备 清清的水 泼啊 撒啊 预备 请 清清的水 泼啊 撒啊 周总理和带族人民们 笑啊 跳啊 是那么开心 多么幸福啊 1961年的泼水节 多么令人难忘啊 1961年的泼水节 你看看 你看看 同学们 你们读的特别好 我们就感受到了 歹族人民那异常激动的心情 1961年的泼水节 就是因为周恩来总理来到这里 把幸福欢乐以及美好的祝福都带给了歹族人民 所以歹族人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 那同学们 那你还想不想知道其他少数民族的节日啊 想知道 好 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些 大家看 你看 遗族他们有火把节 山西有锣鼓节 苗族的服饰还有羊哥都非常有意思 羊哥是山西人还会扭羊哥 你看 老师给大家带来了 这是山西的锣鼓节 也就是正月十五元肖家节的时候啊 山西人就用锣鼓宣告喜庆 那一天 他们也穿上盛装 敲锣打鼓 那声音震彻降云 你看 他们还扭羊哥 非常热烈的羊哥 意味着欢乐 那你们知道在遗族吗 这里边呢 他们有火把节 他们连续用点火把三天的方式 来庆祝欢乐 好了 了解了这么多的节日 老师来考考大家 这一节课里边有非常多的短语 你会填吗 会 谁来试一下 去动 难忘的泼水节 火红火红的凤凰花 敬爱的 敬爱的周总理 铺满鲜花的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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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的泼水节 非常好 火红的花瓣 嗯 水红色的头巾 什么的古典 好听的 欢乐的古典 欢乐的古典非常好 请坐 同学们真棒 那课下呢 咱们把这些短语可以记在自己的练习本上 那好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感受到了 歹足人民和周恩来总理 他们欢过泼水节的热烈气氛 那么课下想了解更多的少数民族的习俗 可以去看看书 上上网 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很多收获 这节课咱们就上到这里吧 同学们再见 老师再见